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快到了全年第一个高潮 就是国际赛日 近年都算是马会搞得成功 至少马的质素也上升 第二是骑士 你知道我们很喜欢看骑士 阵势也相当劲 今年香港如果想拿四场国际赛日 表面看起来只有一场短途 亦比较大 其他都要看看 那时候千诺米也可能有机会大 不过排面好像没有往事那么厉害 看看可不可以有往年 短途和一里都得到 两场长途就输给人 一样是这样 星期日就拭目以待 小米这次依然介绍连赢位置给大家 上一次就不一样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放心的 再接再来 那我就会避开那四场国际赛 因为一来对外地马的认识我真的不深 而且有时候经常认住 看纪录你也知道 肯定是你猜不到的马上来 但是所谓猜不到 你又不知道哪一只外地马 不如比一比 反正那天也有十场马 你不玩那四场 当是观赏价值的 还有六场 那我就选择那些场合来 叫做给大家一些心水 也是小米的喜爱 那我连赢米智Q 我喜欢第一场 那马胆呢 我喜欢十一号的喜迎雲 那当然这只喜迎雲 就到现在还没赢 那其实这只马跑了很少 那你又不能够 那麽快判他不行 那现在才五岁而已 加上何亮度都严格来说不急进 那这只马 你觉得近来 两场 一场千百一场二千 就越跑越近 那今次就 可能杨平伦受伤 那 换了史卓锋 那史卓锋有时骑这些 半冷的马 有时都很多神来之不 那我想这只马都差不多要交代 和同场的对手 很多只都搏过很多次了 没什么明显 那只马很突出 反而这只马 我觉得这只喜迎雲 还有上升的空间 所以马胆呢 我一手就抓住这只十一号 配脚方面 一定拖回一号的线路涌区 这只马就好像明显 一来这只马高分 八十分 不过当然又换来重磅 而且这只马就 无端端换了潘顿騎 加上高东尼一向的 这些国际策略表现是十分之好的 这只马就 又是常常觉得这马二位难赢的 这次看换了潘顿上去 有没有耳目一身的表现 不过我想 都是我喜欢做配脚 因为怎么也觉得是重磅少少 另外就是 要回六号的《莲花巨星》 为什么选他 就是一个字准 他去到飞民度 明显都没有什么 和摩士的表现 又差很远 依然都是 常常都可以上名 不过仍然都是 贏不了 不过都没所谓 这些马 当你们跑得差一点 他就会上来 加上他又给回 他的老拍档 奇普敦騎回 磅数就 中磅125磅 又没有明显优势 但是又不会说 这马会跑得差 千八都路有专长 如果你说 汤年赢位置 很难说非这些马 另外我 再选一只 我就要一只 10号 放马过来 为什么选他这只马 就 整个都觉得这只马 好像快来 快来 快来 其实每次都 跑得近 上一次都 出奇地爆个冷披 证明这些马 其实在三班都有点好 这次是增情 以这些马的走势 千八应该是对的 比何宅瑶 一定会换来 多少分头 有时候 国际赛 我们整个感觉 以上年为例 上年第一场 那只鲸鲸千里 就输了 大家记不记得 已经爆了一百二十三倍的Q 没有记错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国际赛日 倾向半冷以上的想法 不中不远 所以第一场的年人位置Q 我就喜欢十一号的喜营运 拖一号的线路勇区 六号莲花巨星 和十号的放马过来 另外一场我喜欢第九场 马胆拿着麦菲文 那只七号 南海策略 为何选择他 上一次初出 柏保骑看一些飞数 就知道大家都很窄 因为澳洲马房不下飞 十倍开跑都感觉是 就是证明信心不大 果然他也是 输了 但是走势 又不差 跑第五 严格来说 拍宝也没什么 认真很欲紧 然后回到马房 最近也做到铺杂 证明上一次有什么不足 可能拍宝会补回 今场有些名气马 你会变相 会觉得 这只马会不会游览 我会觉得这只马 今次会有一定的支持票 所以我都会喜欢 这七号的南海策略造胆 而且我觉得这三班应该有点好处 所以一定要拿这只造胆 配脚方面 当然11号是同德福很难不要的 热就热一点 但是这马上来三班 究竟是否 比我们想象中 觉得这马是一只很厉害的马 现在大家开始怀疑 因为上来两次都是 赢不到 一次第二 一次第三 但是两次都 没有你想象中 走势那么夸张 依然这样说 都是当他披好 另外 要回二号是辣得肯 为什么选择得肯 因为这马真的是四平八正 加上你也知道 过去罗富全道 感觉都会觉得 会更加披抗这马会好一点 所以说上手马房 有时候将这马有时候 比较飘忽一点 其实这马也很激动 摆前一点也行 跟着中位又可以有一段追势 野来这次又是潘顿 垂青 我觉得潘顿可能 发挥这些赤串马一向都挺好的 加上罗富全真的很斗志 很难说不要他 所以这只二号 勒得肯都要回 另外拖了一只 要九号 闪耀转王 为什么 这只马坐在三班 整天都上名 无论是什么对手 就证明这只马的 基本质素不差 有时候这只跑马 很少马 每一只都跑得对 一跑 闪耀转王 就无端端坐二望一 已经试过几次 所以这只闪耀转王 真的不敢飞去 李宝利有时候 不怕他冷碗 这个骑士真的有时候 神来之不 当然那天 小米选择那只威风霸王 他转那个弯 真的 那个处理手法 当然不满意 不如跑马就是这样 有时候 你又要猜一下 他们什么发挥 等于他是专业歌声 突然间他在你面前唱歌 他会走音 那你没办法 不能避免 这些事情 你说有心无意 就各人各人想法 不过 但这只马 有时候跑马 每次算 这次我觉得 因为很多名牌 这场第九场 他可能会有多少分头 所以我一定要盯着他 所以第九场的连赢位置 我是七号南海策略造胆 拖二号立得狠 九号闪耀转王 十一号同德福 我希望这两场 能够顺顺顺 你们开出 不开出 起码开一条 两次捧蛋 真的有点面红 希望各位赛马